《熟墨刀》應該吃甚麼才可以幫助運氣呢? 墨刀?你真是說墨刀是甚麼呢? 墨刀就是大包做得兩輪大翻 我知道你說的豬是吧? 是呀 熟豬的朋友 你叫墨刀的 熟阿神 或者叫熟阿神都可以 這倒是對的 豬的朋友上來說 今年他的榴槤運氣是以手為功 所以我給他一個送菜 增加他的運氣是怎樣呢? 就叫做蟹王一品煲 蟹王一品煲? 知道為甚麼嗎? 知道為甚麼嗎? 當然是貴的 一品煲是一些名貴的食物 豬是甚麼都吃的 人家煮哨水 甚麼都吃的東西給他 今年買了 我不能說過年要給他吃哨水 我給他一品煲 叫蟹王一品煲 到底怎樣呢? 一品煲完全是用海鮮 所以用蝦、魚片、蜆 甚至魷魚 知道為甚麼有魷魚嗎? 因為魷魚是八爪的 八爪就是多孔爐 以手為功上來說 可以看清楚 可以增加運氣 裡面還有一些蟹王 蟹王叫做滑龍點睛 我們說一句話 即是在那樣做之後 加強它更加被人看到 更加運氣好的 這道菜是熟墨兜的 熟墨兜的朋友 熟墨兜的朋友 沒錯 阿神聽不聽你熟墨兜的 這些貴的食物 有魚、有蝦、有蟹 當然是你請我們吃 多謝師傅 多謝你吃 好 好